北京时间8月4日,距离NBA自由球员市场打开,已经一个月有余,而目前胡人的引员可以算是中规中矩。 虽然詹姆斯的加盟让胡人有了一个绝对的领袖,但是问题也就出在胡人现在真正算得上巨头的也就詹姆斯一个人,因此胡人若要想下赛季能够取得好的成绩,那么必须要再想办法。 上赛季詹姆斯就体会到了孤立无援的痛苦,在骑士和勇士的总决赛第一场,天神下凡一般砍下51分,却依然没办法带领骑士获得胜利。 毕竟他一个人要面对勇士的四巨头,而这个夏天之后不再是四,而是五巨头,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魔术师显然意识到现在的问题所在,据悉他已经将引员的目标锁定。 在了开拓者的球星利拉德身上,利拉德的实力毋庸置疑,特别是在面对勇士的时候往往都可以发挥超级出色,也被公认是打勇士最挤进的几个人之一。 据悉胡人有意用球科加约什哈特以及一个手轮纤尾主要筹码换取利拉德,这样的筹码也是诚意十足,两个年轻的实力球员加上选秀权,而利拉德上赛季场均可以坦下26.6分。 万加6.6个助攻的数据,若他能和詹姆斯联手那么胡人的实力不容小觑,一个冷血杀手加上一个局面掌控者,可以算得上绝配。 若带搭配龙多等实力球员,还是可以和勇士一较高下的,胡人这样的阵容可以对抗勇士吗?欢迎留下你们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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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